随着国内疫情升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在昨天宣布 全面提升餐饮食联制的防疫措施 要求夜市摊商确实记录客人的资料 高雄瑞丰夜市经理表示 因为夜市入口比较多 要实施食联制恐怕有些困难 不过会尽力配合中央 另外高雄六合夜市则认为 毕竟客人买完小吃带了就走 没有哪个摊商会特别把客人叫住 留下来填写资料 晚餐时间一到高雄瑞丰夜市挤满人潮 虽然沿途有宣导人员举牌告示 却还是有民众拉下口罩边走边吃 就怕疫情再升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11号宣布 将落实餐饮食品制 不过要在夜市实施恐怕有点困难 比较难 比较不方便 因为人进进出出的这么多 我们这里的入口比较多 比较多 所以如果说要写实名字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稍微困难一点 可是我们会尽量 除了在入口处放置酒精 也会要求用餐区民众采取梅花座 尽量拉开舍角距离 另外高雄六合夜市 管理委员会也认为夜市实联制 实在强人所难 由于六合夜市属于户外开放空间 旁边很多小巷 民众会从哪里来很难管控 镜头再转到一大剧场 现在剧场里面为了防疫 也采取梅花座保持社交距离 其他还有像是加勒服美食街 除了取消大型试吃活动 也会在主题餐厅设置QR Code 扫描电子表单让民众填写 另外麦当劳也提出最新的防疫策略 除了实联制QR Code 全台麦当劳市内设置的游戏区 从12号起将全面关闭 疫情升温各界严正以待 希望能守住防疫阵线 记者综合报导